Hello 大家好 最近呢 古巴的天儿挺冷的 而且疫情也是反反复复 我每天都在家里呢 我就在思考一件事情 那就是 你怎么才能活得长久呢 生命在于运动 多运动保证身体健康 暂时活得久了 生命在于静止 少折腾就能少发生意外 暂时活得长了 我也不知道哪种对 但是我知道鲁迅先生说得好 要想活得久了 常来古巴走 其实呢 古巴人不太讲究养生 甚至是饮食习惯也不是很健康 比如说古巴的蔬菜水果品种很少 而且古巴人超级爱吃糖 古巴还盛产雪茄和狼牛酒 有不少的古巴人 都有抽烟喝酒的习惯 就连古巴的基督雕像 都是跟别的国家不一样的姿势 那可是一手端着酒 一手挥着家呀 同时呢 古巴人也没有健身的文化 学生们也不做第二套广播体操 成人们也没有什么 什么晨跑夜跑的习惯 可能唯一的运动能 就是跳舞吧 但是呢 尽管如此 古巴人的平均寿命 却出奇地高 据2021年最新数据显示呢 古巴人的平均寿命是79.18岁 在全世界排在第45名 古巴人口大约是1100万人 百岁老人就有超过2500人 秘诀是什么呢 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点 长寿秘诀一 经常一见三连 长寿秘诀一 医疗体系完善 古巴有完善的三级医疗分诊制度 那么最初级的是家庭医生和社区诊所 二级呢 是综合医院 三级是专科医院 其中这个初级医疗 占整个医疗体系的85% 所以呢 古巴人有点小病或者稍有不适 家庭医生和这个社区诊所 就能及时解决了 不给小病变大病的机会 像这次新冠疫情期间呢 就给每家每户都发放了 提高抵抗力的药品 你们看过 我们家也发了一瓶就是这个 其次呢 是古巴的医疗水平高 像肺癌啊 皮肤癌啊 糖尿病足这一些疑难杂症 古巴还是很有办法的 这个以后可以专门给大家详细讲一讲 最后呢 就是古巴的医生很多 平均每一千人里就有9名医生 而且古巴医生的素质 专业水准和经验程度 都是非常值得称赞的 那么最最关键的是 古巴是全民免费医疗 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免费啊 就是挂号看诊 医药费 住院费 手术费等等 全都免费 甚至是陪护家属都有免费餐吃 长寿秘诀二 阳光充沛 气候宜人 因为古巴是加勒比海岛国 位于热带地区 年平均气温在25度左右 阳光充足 空气湿润 另外呢 多晒太阳不仅能够除去体内的湿气 还能促进身体微量元素的吸收 最主要是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力 除了气候好 古巴的环境也是无与伦比的 因为本身古巴的工业基础就很薄弱 加上古巴的机动车保有量不高 仅有的一些工业废弃和汽车尾气 被加勒比海的海风这么一吹 就都烟消云散了 长寿秘诀三 幸福指数高 压力小 心态好 古巴人生活压力很小 因为他们虽然不富裕 但是医疗教育都免费 人人有住房 没有流浪汉 而且呢 一些基础物资 国家有配给 所以呢 不存在什么生存压力 加上他们的工作压力也不大 以前各行各业基本上都是固定工资 竞争很小 大家日子过得都差不多 也不存在攀比 所以呢 古巴人的幸福指数是很高的 不过古巴原来这种工作制度 也存在很大的弊端 比如说生产效率低下 人们缺乏工作积极性等等 所以呢 今年古巴开始货币改革后 人们的这个工资 要和他们的工作绩效划钩了 古巴人也要改变 之前干多干少都一样的这种固有思维了 所以不知道古巴人以后压力会不会变大 心态还能不能像原来这么好了 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 古巴人都能歌善舞 而且爱开party 这个和古巴的多元文化有关 古巴音乐可是拉丁尼音乐的发源地呢 是那种非常欢快的节奏 确实有一种能让人快乐的魔力 只要音乐一响起 古巴人就能跟着音乐舞上一曲 这无形中就算是锻炼了身体 对身心健康也都有好处 综上所述小伙伴们 古巴人长寿既有特殊性 也有普遍性 虽然气候我们改变不了 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古巴人 多注重身体健康啊 有病情早茶治 而且我们国家现在也在加拿大 治理环境污染 国内的污染也在一天天的减少 我们也能拥有跟古巴一样的好环境 最后呢也是最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要一直保持一颗好心情 毕竟呢 只要思想不滑坡 办法总比问题多嘛 最后呢 祝小伙伴们 身体健康 长寿百岁 多福多寿了 拜拜 所以小伙伴们 如果你们也有长寿秘诀的话 欢迎留言弹幕分享给大家 咱们一起长命百岁哦